好 这里是阿拉雷Radio中央流行网理财生活通 我是夏韵芬 好 一开始先跟大家来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节目在上半段会跟大家来回顾一下 整个二月份基金市场的状况了 当然我们每一个月都会帮大家来回顾一下 这个上个月的基金市场的一个状况 那从这个新的一年开始 其实表现都还蛮不错的 所以我们待会有一些跟大家来看看 包括台湾的大型中小型 或者是欧洲都有一些反弹 但是有一些贵金属 还有一些中国香港金钻四国的股票都不太好 那为什么我们等一下 等到这个专业 这个Morningstar的基金评件 那属于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的时候 好好的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好 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进行一下三月份了 那么三月份我们期待的是什么呢 春暖花开呀 好 那春暖花开之后呢 我们的生活居家风水 有没有什么要留意的地方呢 今天呢一样会跟大家来回顾一下 二月份的状况 三月份也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 那另外呢我们都会找一首灵师 好 来分享一下 说实在的 不管是每一个人 就是看一幅画 或者是在读一本书 或者是在听一段的诗 你都会有不同的感觉 真的 真的 那到底怎么样 从这个灵师当中 找到生活的一个灵感 然后呢 找到因应的一个对策 我觉得这个是要送给大家的礼物啦 所以每次我们在一个月的新开始 都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 我一直讲啊 就是说这种提醒啊 很像是那种 这个天气预报一样 先告诉你一下说 嗯 这个月比较好 或这个月比较不好 那你就会比较有一些心理准备了 有一些心理准备了 只要告诉你说 哎 今天有太阳 但明天会下雨啊 你就会觉得 哦 那明天我是不要穿多一点了 你开始有一些这个提醒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做每一个月 跟大家来做居家风水 很重要的一个思维方向 好 这个是今天帮大家安排的节目 那么我很期待 也请大家跟我一起期待 一下下楼 好 其实这两天最大的一个新闻 我们关注的一个新闻啊 就在于说 哎 那个诈骗真的很多 然后呢 诈骗已经炸到什么程度呢 炸到金管会主委 好 都已经受不了了 因为诈骗集团也用他的名字了 就直接讲 黄天幕公布内幕 这六支股票跌无可跌 虽然我们听起来是很可笑啦 就很可笑说 啊 金管会主委都来 嗯 报名牌啦 都在报名牌了 那当然啦 我们这网络上这样的一个诈骗 真的是很多 我们昨天就有看到说 哎 金管会的 这个官员啊 就说要查了 要查了 我也不知道说 是不是因为连金管会主委 黄天幕都被人家冒用了 所以也不得 不查了 已经火大了 事实上太多的名人 被这个冒用了 而且真的是不堪其扰 不堪其扰是 有时候他们会在网络上写 写完以后叫你加入 加入之后 有人就说 你为什么不求证 你为什么不去回 我跟你讲 你去回完之后 我的朋友就回 说 哎 这是假的 这不是夏韵芬的粉砖 你们要小心 立刻被封锁 然后呢 再也上不去留言了 所以你要知道 那个不是我们能管控 也不是我们能够说 这是假的 你们不要去 我们只能在 我们自己的频道当中 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 不过说实在 我真的很感慨 就是说节目做这么多年了 做这么多年了 我们节目做这么多年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是一个什么样 个性的人 或者是一个什么样 的一个这个媒体 绝对不会去教人家 什么教 加入社团 加入LINE 加入LINE 连我自己都跳出来 很多假的 我要加LINE 然后说手把手 教你怎么当充 而且我跟你讲 他的资讯 就是真真假假 他会告诉你说 投资一定有风险的 所以你一定要衡量 自己的这个实力跟财力 接下来我们会 手把手的教你 12345678 看起来好像都对 但事实上你知道吗 这真的就是包着 糖衣的毒药 他就是要把你骗进来之后 骗进来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陷入 他的一个陷阱当中了 然后呢 你就买股票 买股票就告诉你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盈亏自负啊 所以你赔了钱 你就只能够摸着鼻子了 还有人私讯告诉我说 他不是他不是加入我的LINE 加入假的我的LINE 他是在IG上面 有一个朋友 刚刚说有一个赚钱的方式 他就去上了一个APP 然后去APP之后 他就把金额投入进去了 他说刚开始他一直赚 他就很开心 他一直赚 可是有一天 很多人提醒他说 你应该要把这个钱 这个领出来一些了 证明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在赚 因为账面上是一直有赚 等到他要领的时候呢 他的账号全部消失 他全部消失 然后你看 你只是一个APP而已嘛 你能够查什么 那后来他就问我怎么办 我就说你只能报警 我其他我也想不出什么方法了 那我说你IG上面那个人 你找得到吗 他都找不到 因为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你看多可怕的一件事情 各位真的要小心谨慎 当然说尽管会要查 也不知道猴年马月 那么才会有一个结果 自己提高警觉 我们有自己的步伐 慢慢的吸收一些尝试 知识 找到一个对的方式 那么去做一个规划 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今天的本日之最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澳洲 澳洲他们要用新钞票了 而这新钞票呢 可能要把这个英国国王的这个头像换掉了 换掉了 那澳洲的央行已经宣布了 他说呢 新版的这个五澳元的纸币上面不会印上英国君王的头像了 他们要对这个澳洲的原住民的历史表示尊重的一个设计 那当然央行也说这是要跟政府商议之后才能够做的一个决定了 所以澳洲未来的货币可能不再保有君主的肖像了 以前他们很喜欢女王的头像 就觉得说他蛮亲民的 而且常常去访问 但他们对于新的国王显然没什么兴趣的 就把它换掉换掉换掉 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 跟大家分享一些财经消费的新闻啊 刚有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了 就是澳洲未来可能不会有英国这个 国王他们头像的纸钞 不过呢目前印有英国女王头像的这个纸钞呢 未来即使有新的纸钞 那这还是澳洲合法的一个货币 就是不会消失了 只不过说新的国王啊 这个常常是三四啊 这个绝对不会印在澳洲的这个纸币上面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你看那个伊丽莎白二世的头像就一直存在 而且他们也强调说 这个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货币啦 好这个去年才继位的这个国王啊 真的卡布朗鞭啦 好我们来看看天气的状况了 今天各个地方都是晴朗的好天气啦 那在东半部偶尔会有零星的短暂飘雨 但是清晨的温度也稍微低一点 不过呢看起来好天啊 在白天的温度其实是舒服的 那未来一周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九号的话 都比较没有什么强冷的冷空气 而且水气是偏少的 只是日夜温差还是比较大一点 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好另外就是很多人很关心啦 这个一月份的景气对策讯号灯 还是持续低迷的蓝灯 那么消费者的物价指数 也就是这个CPI呢 也冲上了3.04% 那么这个国发会呢就有讲了 他说其实受到出口疲软的一个影响 景气对策信号灯 那么还是持续的一个低迷的蓝灯 那预估啊要到这个年中 年中也就是大概第二季左右 大概六月左右的时候呢 看看能不能降到2%以下 当然他认为有挑战 这有挑战的意思是说说也有压力 达成率应该也是这个很有困难的啦 好有没有通膨 那当然我们心知肚明啦 那怎么样与其担心通膨 该怎么时候会回落 不如想尽办法 让自己多赚一点 这有时候通膨 你想想看人类真的就是通货膨胀式 你小时候吃东西多少钱 现在多少钱 根本就回不去 对不对 然后呢你所用过的东西 你买的房子到现在 这都是通膨所带来的一个压力了 所以是啊想尽办法 让自己多赚一点吧 因为对抗通膨真的对抗不了 但你怎么能够打败它 我觉得这个还是关键 好另外就是股东会的纪念品啦 很多人还是很期待这个股东会的纪念品 虽然我们会觉得说股东会纪念品 一来他单价其实不会很高的 二来他其实也是花公司的钱 所以如果你是股东的话 你会发现我领的礼物也是公司花的钱 那好为什么要领这礼物 不过领礼物在台湾的投资人来讲的话 就会认为不无小补嘛 不无小补 正像我很多的朋友 以前很喜欢领的百货公司的那个 什么周年庆啊那个礼物 他都坐机轮车去 然后呢去排队排很久 然后领到以后又很累 然后又坐机轮车回来 我跟他说啊你机轮车的钱 都比你去领那个礼物的价值高了 好那现在的一个关键在于就是网品 好网品是不是跟以前一样 会出现一个股东会大礼包呢 这大礼包就是有一些现金抵用券 还有一些电子的抵用券 那当然你消费到一个金额之后 你就可以抵用一张了 那对于小股东来讲的话 我既然买你的股票 那我去吃你的饭 我我当然就要支持嘛 对不对 然后我又可以有点折扣 那当然是皆大欢喜的一件事情 不过听说了 网品呢今年要盖牌了 也就是说到了最后归 过户日的时候 你才会公布股东会的纪念品 那大家就会不知道啦 因为之前是你透露以后 那些小股东我可能买个领股 然后我也可以去领这个大礼包 就会很开心 所以今年的小股东 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兴趣了 那再加上啦 我自己是认为啦 因为之前我们有跟大家 每天在做这个台股分析的时候 又发现我们在比较解封的时候 其实这些吃喝玩乐股都有动 那这样股价涨了以后 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我就把它卖啦 我干嘛要期待你的股东会纪念品 所以这也让这个网品的小股东 变少的一个关键了 好另外呢就是这个虚拟货币 投资的一个热潮啊 那各个国家陆陆续续都开始有一些礼坚了 礼坚的制度了 也就是说这个虚拟货币 到底要不要把它合法化 怎么样的来做一个管理呢 就算你没有把它合法化 去做一个管理 它也是一种变样的一个诈骗啊 现在还是有很多人说 我这个什么什么币 什么什么币可以换什么什么什么 还是有很多人会去相信的 那当然现在有看到了 就是金管会也在紧张了 也在紧张了 因为你总是要有一个业务的主管机关嘛 所以未来金管会一定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金融行业大家都知道 在台湾就是一个特许的行业 不是你想要开银行 你就可以开的不行啊 那如果虚拟货币呢 你想要搞一个虚拟货币银行 可不可以 当然不行的 所以到底这样的一个特许的一个行业 要做怎么样的一个管理啊 像美国这个监理机关就在今年的一二月份 有特别发表声明说 这个虚拟的流动资产 我都还没有纳管哦 如果有一些这个波动的风险 你自己要负责了 那到底现在台湾 我一直觉得啦 就是制度上面一直跟不上金融的一个创新 这当然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压力啦 但是呢 我也强调一句话 你不懂东西 你少碰为主啊 你不要以为说他很好赚 你根本不懂 你根本不懂 你多懂呢 如果不懂的东西 你就是少碰就对了 好 另外呢 我们来看看啦 我们很关心的 就是美国上个礼拜 那么初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那么其实是再度下滑的 再度下滑的 而且是连续呢 第七周 第20万 那就表示啊 说哎 美国就业市场还不错 因为领失业救济金的人 下滑了嘛 就表示企业的一个任用 还有就业市场感觉不错 那这样子联准会 就是会更有胆子 那么来继续的升息 所以市场的预期 就是看到这个资讯 就会认为 哎 没有那么哥哦 会比较鹰派一点哦 好 所以这个消息 其实是蛮重要的 好 另外就是在国际新闻上面呢 也有Tesla宣布了 说下个世代的电动车呢 要大砍细化 碳化系的一个用量了 那么碳化系是第三代半导体当中呢 非常被追捧的材料 那有很多人讲说 哎 那他不用了 这会不会牵扯到 像环球金啊 蓬城汉磊啊 或者加金这些公司股票的后市 这也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一点半的看看台股的表现 台股目前是小涨的一个格局了 那么很多人都很关注啊 所以我们刚有跟大家讲一个新闻 就是那景气是蓝灯的嘛 那表示景气没有很好啊 那到底该怎么看呢 现在看起来去年的财报还不错 有些低级的财报也还蛮不错的 但接二连三的 很多人也很关注啊 就是到底台湾的热钱会到哪里去了 有没有到台股里面来了 好 我们今天要连线的呢 是永城投顾的分析师李淑芳 淑芳您好 韵芳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刚刚我们有跟大家来提一个新闻 大家都怕怕的 就是景气还是持续是蓝灯的 对 那这个对于台股来讲啊 说实在台股当然现在看起来是有撑的 然后那只好像有点在作账的 可是看起来是虚虚的 所以到底应该做怎么样的观察呢 其实警气这一侧的讯号灯是蓝灯 倒不用太过的一个紧张 就过去的历史经验法则上面而言呢 在指数里面是在15分以下的时候 它是长线股票的一个买点 大家可以把这几十年来 景气对策讯号灯跟股市的连结度里面 稍微看一下 但是譬如说去年的1月份 台北股市的高点18600多点 当时候景气对策讯号灯是连续红灯 是在过热区 所以我觉得景气对策讯号灯 景气不好是非常的正常 那股市上面就是值不值得投资 这才是要讨论的一个话题 因为说股价如果你涨多 你碰到一点点利空 你可能就会去剧烈的一些的反应 我举例在今天里面 创意是不是打到跌停 那就是因为它涨很多 从三四百块涨到一千两百块 今天的高点 然后传出来可能中国大陆 它某个客户可能要受到一些的制裁 都它就打到跌停版 其实我们如果估钱不论 我们在之前运分的节目就有谈到 创意它今年里面是30到34 如果以低标的30 乘以40倍的本益比 刚好是一千二 就是今天的高点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涨个股的价值 那尤其是最近 刚刚运分谈到 融资在做增加 涨货好像要进来 可是你们都发觉到一般的投资人 他的进来有钱的一定先资讯解 或许跟公司的大股东很熟 他们就先进来了 可是如果一般的投资人没有那么多钱 现在进来他会想要买什么 比较没涨到的 比较属于低价的 这是合情合理对不对 所以在最近里面 你看到开始涨一些的低价个股 那我觉得这个盘到底好不好呢 我就应该是说 这个盘到目前为止要居高失为 可是危险了没 我们又没有看到剧烈的危险性 就是美国不管你们 那个大膜怎么讲空怎么讲 大家都已经认为基础利率里面 会升到5.5甚至6 可是美国还是在整理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可能就是在反映 今年的下半年 有可能仅要去回温 譬如说面板正股间 为什么大涨 今年还是会亏钱 友达跟群创 可是还是会涨的原因 就是最坏的情况过去 所以股市跟景气对策讯号针 是比较不一样的原因 就是景气对策讯号针是落后的 股市是领先的 所以我觉得在最近里面 如果听众朋友真的比较担心的话 你可能可以去选择一些投信买的 高值利率的概念个股 我举例譬如说自身 4915的自身 去年财报公布了 你也不用怕 6块1 搭配3块9 那今年大概也有6块以上 那本益比很低 那这个下降风险就有限 或是比较低机器 而本益比比较低的 这个也是大家考量的 就是最近的面板跟机体 可是面板会亏钱 那你就去选择面板周边领主件 这是一种 那就很多了 你可以去这样的一个选择 或是在2023年 你看Mask也在说 我现在要永续经营在人员的部分 那除人的概念个股在今年里面能见度还是蛮高的 还是可以稍微去做留意 但是说实在我刚刚有谈到 其实我们做了好几个礼拜了 在这个时间点多空不明的时候 还是会建议听众朋友 你还是要保留一部分的现金 不会在手 一档个股价连涨两天到三天就前往比较最高 因为它是一个快速冷冻的格局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经济日报有个头版新闻讲 说这个受险 它可能要卖股票 因为它有一个新的一个常债能力指标 那很多人讲说 你这个如果没有赚钱 然后又赔钱的话 那你是不是要赶快把股票卖一卖 那卖股票大家都怕到了 虽然那个金管会主委黄天木有讲说 不会啦台股不会大失血 你怎么看待这个消息呢 因为它其实并没有限定它时间 到多久之内你要卖 其实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上面而言 它大概就会说 譬如说涨多的 涨多的它可能会卖 那有些个股它才从谷底翻扬 它可能就会分未来里面再去做卖出 我觉得短期不会有影响性 可是我们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做思考 就是说你这个部分在受险的个股上面 你它这样子的一个规定的过程之中 它有可能会去做实现获利 那这样过程对受险个股 它不一定是坏事 我已经讲了 无论从一月份的营收 跟二月份的营收来看 银行个股大举的翻增 成长性都很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讲 刚刚应酸这个问题 我认为在长期之中不是坏事情 但在今年之中你要买银行个股 就按照我之前讲的 你如果不是要配股配息 你就是要赚股价为第一个目标 对啦 要赚股价赚资本利得 今年看起来并没有 我觉得并没有很糟 不过今天尾盘 还是有再往下一点点 也撑不掉我太久 对因为最后 在最近里面台北股市 其实最后一盘都是看台积电脸色 最后一盘台积电打了两块钱下来 所以它就变成股票就比较低 那富邦金也下来 所以我说在最近里面台北股市 很难做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 美国可能长期目标利率 要往上调升到5.5 那台币你要大幅的升值的可能性 并不高嘛 所以这个就会造成被动型的基金 一直在卖股票 所以我觉得在短期里面 还是要先策动中小型的个股 内资偏多的股票 资券同胜而加强 投机买而加强的个股 是你未来里面的一个选择 那你看好的还是这些 比方说IC设计 电动车 或者是这些高速运算的族群吗 如果在短期里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那个都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极短线 因为要公布年报 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可以从车用 还是看好 非常的看好 HPC还是看好 只是说你要去避开 像创意这个临时有一些利空的 再过来呢 元宇宙 元宇宙在最近里面 镜头个股已经开始涨了 你也可以去做一些的留意 那安全监控 在之前涨国防嘛 现在大家说16岁要当地 就开始涨安全监控 我觉得安全监控也是一个题材 车用的电子 然后呢一些所谓的落底翻 那就做短线 我觉得面板跟所谓的系统 应该是以短线为主 其他我讲的是一些车用的啦 或是HPC的啦 好 应该还可以做长哦 好 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 鼠方跟大家做提醒跟分析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看到加权股价指数已经收盘了 指数收在15608.42点 小涨9.7点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欢迎欢迎理财 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好好的跟大家来回顾一下这个二月份的 上个月份基金的一个状况了 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来上节目都还会请我喝咖啡的人 哎呦 真不好意思 好 欢迎一下我们诚心基金评鉴 台湾区的负责人 曾淑云 淑云好 云芬姐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就不好意思 但是咖啡很幸福 我自己也想喝 那如果在场面只有我一个人喝 然后你们两个看着我喝 不是很搞笑吗 不会啊 我们有很多来宾也是这样 没有 因为你们来宾拿的都不是楼下的杯子 所以你们可以理解 我们拿的楼下的杯子 哎呦可以啦 我们的通告杯这么低 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你没给我钱我也会来的 你看就是好朋友 真的 真的认识的时间真的也蛮长的 对啊 但是我觉得也是 就是大家一直在 就是默契也越来越好啊 其实我有些朋友说 我每次听你跟那个 夏韵芬小姐讲话 你们两个真的很熟 我说我们就像姐妹一样 我说投资没有这么严肃 我们不要把投资想这么严肃 虽然投资是一件比较 要认真一点的事情 但是真的可以比较轻松一点啦 你看如果我们两个每次都很严肃讨论 你不觉得大家听到我们声音就跑掉了吗 对啊听不下去嘛 对啊 因为我之前也有跟几个 就是有些朋友 他们有在做那个podcast嘛 然后我就跟他们 他就跟我说 我说你为什么要用这么沉重的语气 讨论这么沉重的议题 我说 我说这样子呢 就是你的族群就会只有 专业的人士 或是在行内的人士 可是我说 其实我们一般都是希望多一点的投资大众 可以多接触投资嘛 其实这个是大家其实就 我觉得不管是广播或是podcast的这些 这些主播主们 他们其实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应该轻松一点啦 我其实也很多 也有同感 就是有很多做podcaster的 他们就是想要做专业的财经的节目 然后我去上完以后 我就我就 其实我就问他 因为年轻嘛 我就问他说 你问这些问题 你真的想知道吗 他说没有 这提纲都是那个 制作单位给我的 其实我问完以后 我也不知道 你讲答案到底对还是不对 那我就跟他说 不对不对 我说我们做一个节目 一定是你想要知道什么 因为我动机要很强 对啊 对你动机很强 你自己想知道 你就会一直去问 然后问了以后 那你才会有火花 才会有一个 一个好的谈话的品质 跟节目出来 没错 就好像韵芬姐常说 那个费容都会瞪着我们 因为我们两个之前一直聊旅游 对 他就会把我们那个 监控一下我们的那个 但是我觉得 你在旅游的时候 可以观察很多啊 你看我们 你看我们常常都讲说 在现在这种 比较薄利的情况下 如果你去投一些标的 像譬如说 之前讲的在运营基金 他已经不像 很多年前 可以给你两位数的报酬 如果他报酬率 其实他给你的 譬如说现在十年的 十年的这种国债 大概收益率 就只有四个percent 多一些些 但如果你去买了一个 货币波动很大 他很容易就把你的 就把你的这些 报酬率吃掉一些 那你就要评估一下 这样子的东西 是不是适合你 你的风险属性 合不合适 所以其实 我觉得有时候 而且我记得我之前 我旅行也都会看 我都会说 我在路上 有没有观察到 什么样的店面 可能人潮比较多 那他们现在 店家的状况是怎么样 比如说 商圈跟多年前 我来旅行的时候 有没有移转 对啦 我觉得其实这个 都是点点地 这是职业病啊 对 老实讲是 是真的职业病 可是我觉得要好奇 是真的职业病 然后看文章报导的时候 也会看一下说 他这样子讲 跟你的认知一不一样 或是现在的方向 是不是 市场的方向 是不是这样 其实有时候 也会这样子 我也很同意 因为现在 不管我们讲 什么chat 什么GPT 或者是网路上诈骗 这么多 因为他真真假假 是是非非 所以我觉得 像我的个性 就是我先存疑 就这是真的吗 然后我去看看 里面有哪些问题 你不要认为 一下就相信了 以前我们当记者 去采访的时候 比方说我去采访书云 你跟我讲的 我其实我也要先存疑 因为我不知道说 你是有没有 特别的目的来告诉我 搞不好你也想炒股票啊 然后你告诉 有很多利多 那我就要先存疑 对 我可能就要先理解 说你讲的是真的吗 那有成长吗 那你拿数字给我看 对啊 就验证 是怎样 对啊稍微验证一下 所以有时候其实也是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 也在节目上会提到 就提及 就是说 你去一个销售机构 那他们都会告诉你说 我这个产品的优点是什么 对 但是其实你在听 如果你觉得有哪里 觉得好像听起来觉得 有点 让你自己不是这么的 觉得有点小小的疑惑 那我觉得你就应该问 那我觉得其实基本上 他们都会解答的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 透过这样子的话 你的投资就不会只是 永远是人家告诉你 而是你会有一些双向的学习 对 然后就会进步 我觉得其实 而且你就越来越看得懂 很多像以前 像我一些没有做 像一些念书同学 可能不是同事金融业 跟投资完全没关系 他跟我说 这个像天书一样 我说其实是因为 你们都把他想的太难 我说你不要想 你就想你的生活周遭的东西 然后你慢慢的去接触一些东西 然后看一些报道 然后听一些节目 我觉得你慢慢就会 越来越知道 他们在讲些什么 对啊 你看像我们每个月 我就想说 就是review一下 这个绩效 从review当中 你可以知道 我有台湾的 那股票 那到底我有涨多少 对照你给我们的资料 有没有涨 如果有涨那就OK了 你又继续去玩耍吧 没错 如果你觉得没有 那哪里出问题 你要去想一下 所以刚刚你看 韵芬姐刚刚前面 讲两句话就破题了 我们上个月表现最好的 就跟台股有很大的关系 我错了 我又破题了 我又破梗了 我错了 我错了 好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 如果说有上个月 有台股基金的人 都是赞赞赞 棒棒棒 对啊 真的很厉害 对整个台湾河北销售 股票型基金在二月份的美元报酬是负的2.7 是负的2.7哦 然后债券型大概是负的2.88 那如果原币的话呢 股票型是负的1.65 债券型是负的1.56 那你看我这边讲完美元跟原币的话 大家就应该知道 上个月多数的货币对美元就是贬值 所以你本来只有负的1.多 转换成美元之后就变负的2.多 对其实你看这个完全没有难 就是你只要想你的钱在里面变小变大就行了 对那其实表现刚刚提到 整体的美元报酬是负的2.7 那表现第一名的是我们台股中小型 一个月的报酬是4.27 然后过去三个月是8.33 六个月是3.38 一年是负的20.5个percent 对那中间 实在就是我们这1月2月一直涨的 是啊没错啊 我相信大家很有感吧 二月份涨的应该很有感吧 而且我刚好那几天 其他市场在2月底那几天 其他市场表现波动比较大 我们刚好休息 对对对 对我们224等于2月24号那一天 就已经是把2月份都结束了 对对对对 所以在那个之前 其实台股表现都不错 那刚刚刚讲 接下来就是228那个连续假期 对啊 所以第一名是台湾中小型 我们先跳过第二名讲 第三名是台湾大型 台湾大型一个月是2.55 三个月6.65 六个月一个percent 一年是负21 那也不错 另外就是欧洲 欧洲其实很怪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成兴基金评鉴 台湾区的负责人 曾属于来聊到了 就是表现比较好的股票型基金 但台湾的股市大家是很有感觉 可欧洲在涨什么东东啊 欧洲 我觉得欧洲其实就反映一个 我觉得其实基本上在反映 整个景气稍微好转 我觉得整体的反映都在做了 并不是说只有习的部分 还有包括大家本来很担心的 其实虽然战争还在持续 没有完结 就没有据点 目前还在点点点当中 但我觉得整个氛围 市场的氛围 现在看似是比较风险意识 我觉得比较没有像之前那么紧张 所以整个反映在 还有我觉得反映就在这段时间 还有他的观光旅游 其实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在过去这两个月的时间 我注意到其实 大概身旁旅游的话 比较近的话 大概就是去日本跟泰国 但如果去长途的话 我听到了基本上就欧洲居多 我朋友都去北欧了 对 你看 连极光的都去了 对 罗浮敦群岛 我说那是在挪威的那个 那个那个 对啊 其实到挪威去看 极光很美啊 我朋友才刚回来啊 是 所以我觉得 而且因为最近这段时间 我觉得在去年疫情的时候 刚好航空公司有一些航班 然后我觉得现在 我觉得有推一些新航线 然后航线再加航班变多 我觉得现在旅行社 很狂推欧洲线 因为欧洲的机票 我是听 就是记者朋友提到就说 其实航空公司 他们如果有放出一些 比较便宜一点的票 当然在疫情期间 都是个人票嘛 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 所以你票交的很贵 那旅行团根本就没有办法成团 因为票价太高了 然后再加上 因为通膨关系 物价也高 可是他们说 当你的机票 如果价钱下来的时候 其实旅行团就会开团 而且航空公司 也必须要旅行团 它光靠个人户 其实是没有办法 把班班都做满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欧洲的机票 其实是有下跌的走势的 那当我们个人买票 可能觉得 好像便宜一些些 但是其实团体票来讲 其实我周遭真的 我现在听到的 如果不是去亚洲 就是去欧洲了 对我朋友也是 而且大家都跟我说 最近还很流行去什么 冰岛挪威看激光 对对对 现在就是挪威看激光 因为这个一起推这些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 就是而且很两极 就是已经没有再像 以前所谓的什么平价团 我觉得价格还是比过去高一点 可是相对起来 比前一阵子去年的时候 那时候大概9月到11月 你去看机票的票价 其实差蛮多的 他们去也是说哀哀叫 也说跪跪跪死啦 就跪跪死还是去啦 对啊 因为大约粉姐 我们储存了三年的子弹 虽然这三年我们也过得不是很 不太一定很好 但是呢 感觉上就觉得 三年了都没有出门去 对啊 你看真的整整 大家都被关了两三年了 但也我觉得人真的很多 有啊 大家都跑了很奇怪的地方啊 我一个朋友还跑去 那个叫什么 那叫什么 有那个斯里兰卡 哦 斯里兰卡 对 他跑去那边 我跟他说 嗯 住那个 那个变色龙爬到你身上去 因为我很怕动物啊 所以 所以他也问我要不要去 那个 我说我不养 因为那边就很多动物 我对动物 我只能喜欢狗 其他 没关系 我连狗都没有很喜欢 哦 狗狗 我觉得还可以啊 有些猫 其实我怕怕的 远观可以啊 但但但 我很怕它抓我 但是我觉得斯里兰卡 是小昆虫吧 有小昆虫啊 还有变色龙啊 对啊 这个我也不行 我不喜欢 你就去住那个超五星的啊 我也不要 因为有虫会掉下来 应该 我还蛮怕的 那你去过柬埔寨吗 没 我去过柬埔寨 没有那么夸张啊 哦 我喜欢繁华的地方 你就都市 都市女性嘛 你就只能在都市了 只能在都市 好啦 那你就去看极光好了 对 看极光 我朋友刚回来 哦 我看那个 他那个极光在那个 跳舞真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这样子 所以等一下 你就发现 就听众留言说 叫韵芬姐开一团 哈哈哈哈 可以一起去啊 哎 那表现比较差的 其实也可以猜得到 金砖四国都不好 对 然后贵金属 也开始 从神坛上面 跌落下来了 对 还有一月份 涨很多的 这种大中华的 尤其是香港 中国都是 对 因为他一月份涨 涨太多了 他一月份 一月份真的涨很多 一月份那时候涨两位数字 有有有 他疯狂的涨 疯狂的涨啊 那时候就一月份的时候 疯狂的涨 所以其实二月份表现最差的组别 第一名是贵金属 那他一个月的美元报酬是负的13.55 然后三个月是负的2.15 六个月是14 一年是负的21 所以你看这个组别 你真的波动性很强 太大 太大了 所以其实就是真的 如果有做配置的话 就是卫星的配置啦 然后可能稍微还要看一下10点 因为这个老实讲 像这个长期都还这么大的亏损 而且短期一个月的话 他其实做定期定额的波动也很大 对 所以投资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再来就是香港 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上个月 就一月份的时候 涨幅很大 他也是也反弹啊 对 他跟中国一样一起反弹 没错 所以香港是负10 那中国是负的9.23 那三个月的话 香港是正的5.6 中国是正的4.2 然后六个月香港是负的0.3 中国是负5 那一年香港是负14 中国是负21 都不好啊 都不好 而且他们的走势会比较贴近 就方向会是趋近的 对 所以其实一月份真的大幅的反弹 然后其实我觉得就反弹幅度拉得很快 然后到二月份的时候 他又休息修正了 那中间就夹杂了一个越南股票 那我觉得越南 因为他其实 越南从去年的下半年 其实表现的就稍微比较疲软一点 那我觉得 很不好 对 但我之前也跟投资人提过 因为越南股市很浅 然后他能够投资 他能够选的标的并不多 那你如果外资 要能选的标的就更少 所以他其实很容易受到这种 所以我觉得管理团队在配置上来讲 反正相对就会比较辛苦 所以他在二月份美元报酬 是负的9.36 三个月是正的0.4 六个月是负22 一年是负33 对 不过因为台湾的话 其实大概纯正纯纯的越南股票 大概应该只有两档还是三档 而且还要 另外好像还有一档ETF 表地物比是太多 对 对 所以投资人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这种浅叠的股票 其实尤其你看浅叠的股票 然后他的股市 其实大概挂牌的标的物也比较少 那你外资能买的标的又更少 对 然后如果要卖也是都是卖这些 没错 所以你要卖的时候 大家都抢着卖 你要买的时候 大家都抢着买 是一样的 因为大家的标的都很靠近 对 所以其实是差不多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 那刚刚讲的表现最差的 金专事国还是很差 没错 在金专事国前面有个泰国 那泰国也是 我觉得波动很大 那刚刚韵芬姐提到的金专事国 像巴西 巴西的话是负的8.96 然后金专事国是负的7.7 这一个月 然后三个月是负6跟负1.3 六个月也是负的6.9负的4 一年是负9跟负18 那你前面有个中国 现在有个巴西 对不对 你这金专事国两国都这么烂 都这么烂 所以没办法都夹在中间 然后俄罗斯 那个坏东西也不用讨论了 对不对 这个已经过了一年了 最近我看到好多报道都在讲 好像在回顾这个乌俄之间一年 我觉得一年 那天我们几个朋友在说 我说这个这样子 之后这个国家很难重建 对他们说怎么重建 现在还鞭打怎么重建 所以其实看起来就比较 我觉得会比较困扰一点 所以其实大家 我觉得而且会引起 像我看到有人下 有一篇文章下标示 他们觉得这个是近年来造成就难民移动人口最大的一个事件 对 大家之前是乌克兰跑出来 对不对 对 那天我们看到一个新闻 外电新闻 就说芬兰他们也要足高强 对 因为也担心俄罗斯的人 他要跑去芬兰 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 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之后对 大家如果去欧洲旅游 尤其是自己自住行的话 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你难民比较多 难免就是街上的 就是人 然后比较复杂一些 对 好 我们待会要先休息一下 然后进一下广告 听一下那个中网新闻网的新闻 然后我们两点钟的时候 我们来谈谈那个债券的一个市场 债券在今年大家都会认为说 它应该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了 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了 看起来这个二月份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那表现的比较差的 还是围绕在波动比较大的 这个货币市场当中 像南非币像新兴国家 我们待会一起来讨论 好 这里是要来radio中网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呢 就是我们成兴基金评鉴 台湾区的负责人曾淑云 我们刚跟大家聊完这个 股票型基金之后 我们来聊聊债券型基金了 那今年债券型基金 应该就是会回归到比较正常的 不会像那种跌死人的 然后那个对 因为股在那时候去年哇跌死了 跌十几%都正常 对去年的十几% 十几%算少吧 去年那个数字前面应该都不是1吧 大概都是2跟3吧 吓死人了 对去年其实老实讲 2022年真的是股市跟债市 都很艰困的一年 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债市 因为其实像我们前面第一段就有提到 其实债券市场已经不是 可以随随便便可以交出 两位数报酬率的资产 对 那如果你涨的时候都没有涨两位数 就跌的时候 前面会出现1跟2 其实是蛮吓人的 但可是因为去年呢 因为一直不断的升息 所以其实在升息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其实利息跟你的价格是反向 所以你利率升得越高 所以你那个P 你的那个价格就往下跌 那为什么今年大多数 大家都觉得在今年的状况上都看好 就比较认为债券市场的那个 很糟糕的那一年已经过去 是因为利息就大家都看 在今年的上半年 甚至有更激进一点 会觉得大概就在第三四月份 可能息就会先停下来 那升息停下来之后呢 那可能就会看经济状况 然后这个息就利息有可能会往下走 所以利息往下走的时候 价格就会上来嘛 我刚刚前面讲 它是一个悄悄板就会上来 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都看好 今年的债市会表现得比较好 比较有空间的情况 对 那但是呢 同样的 那今年在债市 但债券也有投资等级债 还有高收益债 就是还有新市场债 这些非投资等级的债券 那这时候你就想说 那要选什么样呢 投资等级债啊 如果听你的逻辑的话 今年的话 基本上大家 投资等级债会相对稳健 会相对稳健一些 那当然还是会有人会觉得说 投资等级债赚的不够多 那可能就会想去买一些高收益债 对 那可是问题是 你去买高收益债的话 就要看市场的氛围 譬如说 如果现在大家风险意识很高 风险意识很高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会怕 那些发债总的公司会 default会倒 或是他付不出息来 对不对 然后他就会展颜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就不太敢碰 对 那同样的 可是呢 所以你看一般 这些高收益债券 或新市场债券 他为什么要拿席来吸引你 因为他觉得你来投资的时候 你的风险比较高嘛 所以他就要贴水贴多一点给你 让你利息高一点 你才愿意 你愿意要封这么大的风险嘛 对 但是所以也就是说 市况如果比较好的时候 当大家觉得比较 不要讲生平 就是说 整个市况如果比较稳定的时候 你是会觉得 那个风险会比较低一点 那你就会比较愿意去 那我就 我就take一点风险 然后呢去拿高一点的收益率的东西 所以如果是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市场好的时候 有时候高收益债券 跟新市场债券会很跳 因为他呢 就是因为他愿意 他贴水贴给你嘛 那有的投资人愿意去买 但是现在的 今年的氛围是 我们现在虽然看到 息稍微稳定一点 升息的局势 比较平缓 但是这个息会停在这里 什么时候会下去一些 大家还在观望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如果保守 大家都会觉得说 投资等级债就会好一些 那为什么 因为息还是停住或息下去 他价格还是会上来嘛 但是呢 你又不需要 而且因为他是投资等级 那大家都知道 可能大家都看到 那么AAA啊 有没有 不管一个A 两个A 三个A 还有BBB 反正其实只要这个 他只要讲他是一个高评级的 或是投资等级债券的话 他基本上就是 他还本的能力 基本上都是有保障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现在大家在试矿 其实也就是说 试矿还没有当 大家好到觉得说 现在试矿非常稳定 所以你可以去买 所以就会 会转向 投资等级这样的债券 你们还不改高收益债啊 现在根本就叫 非投资等级债 你们就是不改 那我打电话给金管卉 我现在是用英文写 嗨译 金管卉说 我打给金管卉 我可以用嗨译 我就跟他说 你们死都不改 不要这样 我们没有 我们归经济不管的 但是有啦 我们的业者 基本上已经都改成 那个嗨译 英文他们都用嗨译 然后中文都写 非投资等级债券 但因为非投资等级债券 因为中文真的很难翻 因为你觉得英文没改 要求国外跟我们同步太难了 下次我跟我们同事说 以后我们通常把高收益 改成非投资等级 不然向云芬小姐说 他去金管会检举我 然后你又跟我说 我们不归金管会管 我们归金金不管 不过对投资人来讲的话 说实在的啦 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要 乘坐这么大的一个风险 在今年的高平等的啦 投资等级债 我觉得是OK的啦 因为你现在看 就是不管它是 这个 这种什么全球债 或者是比较保守的 伊斯兰债券 在上个月还是负的 那你别说那个负的 那你那个南非币 怎么负更多 全球新兴市场 那个负更多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 因为市场 因为南非币的话 它本身除了它 因为它是一个 单一国家的货币嘛 而且是单一国家的债种 所以它本来波动风险 就会比较大 但这个其实应该 我们应该 我觉得我跟云芬姐 节目这么多年 我们应该没有一年 赞成这个标的 反对啦 对 尤其是 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 我记得有一年 你问过说 好像是您会比较 好像还是年长的朋友 年纪比较大了 结果银行李专 还让他买这个 南非兰特 我觉得真的 真的 今日的业绩 就是明日的业障啊 对对对 真的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 比较风险比较高的啦 对那我们刚刚前面 有提到 其实整体台湾 核被销售 再捐行基金期 在二月份 美元报酬是 负的2.88 但原币是 负的1.56 所以我们就用原币来看 那其实表现最好的 其实是欧元的 非投资等级债券 但是虽然他表现比较好 但是他的报酬率是 负的0.17 老实说也没有太理想 老实讲也没有太理想 然后再来就是 美元的多元化债券 是短期的 是负的0.32 这个我觉得 一般投资人也不会买 对 因为台湾投资人 就只喜欢 新兴市场债 非投资等级债券 对 其实以前高评级债券 在台湾投资人 其实也不是很受青睐 我觉得是这几年 市况比较 市场比较波动 高评级的债券 一般的投资人 接受度开始变高 以前这种高评级债券 都是法人在买 法人或有钱人 对 因为他们要稳定的息 这个我们好像 很久以前曾经有一次 我们就在讲嘛 我一百万拿3% 人家一千万一亿拿3% 人家那个总数就很多了 所以对他们来讲 没有风险越低越好 这种标的 然后可以抵抗通膨 然后比定存好 我觉得这个就是 他们要的标的 因为他的金额够大 对 那可是一般投资 像我们这样子 我们投资的时候 当然希望 那个获利的报酬率高一些 所以我们就会比较愿意 去投资一些风险 比较高的一些标的物 那我们刚刚提到 是欧元的非投资等级债券 美元的多元化债券 然后定期债券 跟南非兰特 刚刚一分姐提到 南非兰特短期是 负的0.57 可是还是提醒投资人 其实这个标的波动很大 然后再来是 欧元的多元化债券 对 那其实中间就夹杂了 像什么通膨连结 可转换债 然后什么日元 欧元债 所以其实整体来讲话 其实前10名是比较分散的 对 是比较分散在各种不同区块 你会看到有欧元的 美元的 又南非兰特的 然后甚至于有些 像什么欧元债券的灵活策略 就他其实所有的债种 他就不分短中期 他都可以投 那其实台湾投资 还会除了欧元的非投资等级之外 也会看美元的非投资等级债券 那美元非投资等级债券 不在前10名 但是他大概 原币报酬的话 上个月是负的1.26 对 负的1.26 不用看了你的表格没有 因为太多了 然后全球非投资等级是负的1.35 所以其实即使是非投资等级债券 其实在二月份 事况比较好情况下 他有一些反弹 但是基本上 他的报酬率还是负数的 对 只是没有之前的这么悲壮 对 我只能讲悲壮 因为我 我看了好几 我们自己 我们公司发很多篇文章 都在讲2022年 他们都用一个英文单字 他们都用difficult 就我每次想difficult 他怎么翻 艰苦 艰困 困难 就是基本上 他们都用这个英文单字 来形容2022年的古债市 对 那我们只能讲说 今年看起来古债市 应该是可以摆脱去年 这么不好的情况 尤其是债市 那只是说 但是还是提醒 就像我前面 前面 刚开始提的 为什么现在会有高评级 大家比较往高评级债券 也是因为大家看市况的状况 那投资人也可以多留意一下 就是当然就是Fed的动向 会蛮影响我们整个的利率市场的 好 了解了解 让大家对于这个上个月的 股债基金都有初步了解 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 诚信基金评借 台湾区的负责人 曾淑云 谢谢淑云 谢谢 谢谢